第17题 如图是一个定滑轮及动滑轮所组成的滑轮组 每一个滑轮的重量忽略不计 在A滑轮下端挂一重物重80公斤重 摩擦力忽略不计 若预将重物等数向上拉60公分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这个B呢 是我们的定滑轮 所以呢它既不会省力也不会费力 这个A呢是个动滑轮 会省力二分之一 所以呢这里是80公斤重 所以它一边只要出力呢 40公斤重就可以了 所以呢A选项出力160是错的 它只要出力呢40公斤重就够了 同时呢如果要它上升60公分 左边要少掉60公分 右边也要少掉60公分 合起来要少掉120公分 所以B说它要下拉30公分是错的 它必须要下拉呢120公分才会对的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 我们的B呢是定滑轮 定滑轮既不省力也不费力 它只是为了操作方便而已 所以呢我们的猪说滑轮B是省时的机械是错的 那么A是一个动滑轮 动滑轮可以省力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说它是个省力的机械呢 这句话是对的 所以呢第17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呢选择是C 滑轮A是省力的机械 我们下列叙运的机械